耶 大紅色洋裝 網路素人崛起的阿喜 和遊戲公司董事長何提 這次不為新遊戲站台 選擇進軍網路直播市場 韓國正妹坐在餐桌前 大快朵音 上傳網路第一名的影音直播平台 每天都有1萬人看他吃飯 這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每個人都可以秀自己 光靠每天吃飯直播和收看者互動溝通 月入28萬台幣 韓國這個網路直播平台 每天都有300萬人次收看 一年締造了4500萬美金收入 台灣的遊戲業者秀到商機 和韓國的直播龍頭合作 把這個模式引進台灣 選舉等於看得出來 就是台灣的手機族群 越來越龐大 最好的時機來台灣這邊 來發展這個手機直播 在一個小時的時間之內 回答大家的問題 台北市長柯文哲 去年底選市長 就是透過網路直播平台宣傳 還有五月天的怪獸潘瑋博的線上見面會 也是在這個直播平台露出 另外一屆遊戲大廠 當然不甘示弱宣布投資這個平台 兩大遊戲業者都選在2015年投資網路直播平台 分別斥資千萬元看中的就是單身寂寞商機 想要就是表現自己的 跟自己的發揮空間 平台你會想要支持 會 為什麼 可以展現一些個人特殊的一些 嗜好或者是興趣 年輕人都買單因為平台成立後 靠著會員收費還有潛在的廣告效益 直播平台隨拍隨傳報生活大小事 和粉絲交流甚至賺取收入 難怪遊戲大廠紛紛砸錢做投資 記者劉昂和陳欣宇台北報導